其實這一集跟以前PHP一模一樣 只是把它轉移過來 第一個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地方查出它的背景 當然其他如果你要改其他的 我建議你可以試試看 反正就是把東西產生了之後 放在對的地方上就OK了 接下來怎麼樣把對的東西 我們知道已經有back color等於這個 這一串東西放到哪裡 基本上的話 我們其實就做一個邏輯判斷而已 這個邏輯判斷怎麼寫 把它復原一下 原來是沒有做這個邏輯判斷 原來是長這樣子 就是 它只是一個TD 然後開頭一個TD結束 中間放這一串 反正這應該還蠻好理解的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話 你會覺得這樣寫法還蠻 算是蠻簡單 蠻 簡潔的 惡要的 OK 再來我們要加的話就是 如果 也許你可以分階段 如果什麼呢 我們先把J好了 J等於 兩個等於 等於5的話 那個冒號 再來的話呢 做什麼呢 就是 就是把這個地方 後面 如果等於5 那我就把這個顏色改了 反之的話呢 也許我先把那個Ls先寫 Ls冒號 然後呢 就是保持原來的 所以保持原來這個可能要留一下 那改的話就改什麼 改TD後面這個標籤 其實很簡單喔 就TD後面 這個地方先空一格 那把什麼呢 把這個 標籤的名稱 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複製貼過來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你知道嗎 把這一串 然後不光是那個 這個大魚 把它複製一下 這一串複製過來到哪裡 到這裡就可以了 OK 記得喔 這邊有雙銀號 所以加一個反斜線 反斜線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改完了 意思是說如果J等於5的時候 J等於5就不是剛剛縱向的 縱向那一欄 第五欄的地方 那就怎麼樣 把他的TD 加個顏色 如果不是 那就是照原來TD 原來就是沒有底色的 這樣OK了之後 把它Safe一下 看看會不會OK 那我是建議 因為這個地方執行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程式有錯 它會有XX 不能執行 還有停止喔 如果你有同時執行好幾個專案 你記得這邊是全部停止 Terminal all 因為常常有同學是Terminal 只有Terminal 一個 奇怪一直RUN 我明明RUN這個 它怎麼跑另外的出來 因為你沒有把其他的 都停掉 再跑 這些蠻常遇到的錯誤 全部跑一次 然後把它重新整理 縱向就OK了 那橫向的話呢 就是 當I等於5的時候 所以呢這個地方 如果有兩個以上條件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邊 再加個O 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就把這個 J 這邊拿來 參考 然後這邊把I I就可以 I等於5 或者 我加個O 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邏輯 這個跑起來 我覺得還蠻精簡的 其實就這樣敘述 跟VBA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這個等號 記得 一定要兩個 OK 以前如果你習慣寫那個VBA的話 可能就一個 常常容易打錯 ZEN就改成冒號 這邊也要一個雙贏 這個冒號 這個一定要有 其他 大概就是把那個 被Color標籤貼到這裡 關鍵的地方 做好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跑一次 重新整理 記得要Safe一下 這邊把它Safe 全部收尊 然後再重新整理一下 OK 當然我是建議啦 如果說你跑完之後 剛一直跑不出來 或發生錯誤 強烈建議 還是按右鍵檢查原始碼一下 為什麼因為原始碼 實際上就是我們串接完的 最後結果 按右鍵檢查原始碼 如果裡面有錯的話 那從這邊也可以看到蛛絲碼跡 但是 不過 這是一種 怎麼講 所以盡量大家一次就做對了 如果做錯的話 實在是找不出 問題來的話 與其那邊亂試亂踹 砍半天 倒步 追根就底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程式要寫對的話 第一個真的要扎實 你扎扎實實就是不會錯 所以有時候 同學問我的問題 說真的我從來沒發生過 因為我不會用那些 亂試亂踹的方法 所以 你說你問我的問題 可能我從來沒發生過 為什麼 因為我的固定SOP就是對的 結果也是對的 如果你中間有漏掉 一個 一個地方不對的話 那其實結果一定也是錯 所以你說這裡面有什麼 那我的習慣是盡量把程式寫得乾乾淨淨 漂漂亮亮的 所以之前有一個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你的程式寫得好乾淨 程式還會用乾淨來形容嗎 因為我說我對程式有潔癖 我盡量希望說程式寫得 第一個 程式 越短越好 不要 冗長 第二個 越好理解越好 越直覺越好 所以你會發現我一定是把這個放外面 這個再放外面 這個再放裡面 你會發現它就是一對一對的 有沒有 漲光debug看起來就是舒服 對不對 每個人寫法不一樣 同樣的東西你去看別的作者寫 其他老師寫 就是不一樣 對不對 怎麼又是就是 這首歌好像 很流行 那種洗腦的歌 每個人就是真的是不一樣 所以當然你要能夠做到 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到某一個境界的話 那當然就是要花一點心思 隨時 真的要隨時要想說程式怎麼寫 最近有聽到一個同學說他每天都在想程式 那我想他應該未來 要有一點 正式方面有一點點 像是 寫作的水準 我想應該也是值得期待 OK那接下來後面 這一題大概就先到這 其他變化的題型 各位自行再去變化 還能整個變化 再想想看 之前還有VDA我是怎樣 對角線 給不一樣顏色 可以啊 還有 各式各樣的 再來的話可以怎樣 去網路上撈資料 或者從資料庫撈資料 放到這邊秀 所以後來後面我想 可能 等到我們 回圈講完後面 再接觸到資料庫的時候 就會再跟這個結合 有沒有一樣也是會有table 一樣回圈裡面會把table的東西 通通丟到塞進去的東西就不是 只是單單就是這種走走折拉掉 而是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或者來自網路上的資料 都可以把它秀出來 所以這部分我想請各位 多花一點心思 然後去把它完成 那後面當然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題目 H 再來就是說後面我還有一些那個直數 壞迴圈我想跟FOR已經差不多 如果你對壞迴圈比較不熟的 像九尾城法表也可以用壞迴圈寫 這個我想我就不多說明 因為上學期有提到 如果你對壞迴圈不熟的 請你再自己改寫一下 再來就是判斷直數 判斷直數我們上個禮拜 上學期是講那個 在Python 裡面 就是一樣 去寫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這題好像跟前面好像蠻接近 所以這題也許有時間同學自己再亂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MANCE CAI MANCE CAI 邏輯非常簡單 就是它出現一個英文 是幾月 你就輸入幾月 輸入正確就可以離開 但是這個是在那個 Python 裡面做的 可是問題我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它放到Jungle的版本 那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呢 你直接要能夠把 就是幾月份的東西 放在上面這邊標題 把它結合進來 OK 也就是你一載進來 這個表單呢 上面就要有個幾月 而且這個幾月不是寫固定 要能夠亂述 從清單裡面 抓取一個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OK 另外我還想到一個方法 如果答對的話 答錯怎麼辦 你要秀一個東西 能夠讓使用者知道他答錯了 然後答錯之後讓他繼續輸 如果 輸入正確的 才是答案正確 這一題當然你也可以模擬 比如說抓一些 什麼呢 全民音檢的題目 也是一樣可以把它改版 這個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如果OK的話呢 可以再接著來看那個 用亂數先取 所以這一題也許我們先複習一下 也是一樣啦 反正是上學節的題目 我只是用把同樣的邏輯 改到Jungle裡面 但這一題 跟前面不一樣的地方是 要怎麼樣 在表單出現的時候 就把題目篩到上面 顯示啟樂部分